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会介绍的是在2019年进行的世界军农运动会男子200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会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位来自巴西的朱尼尔 朱尼尔身高高达1米90 这样的大长腿一难能不能联想到亚美加菲伦伯尔特 今天朱尼尔处在第7跑道的位置 本场比赛朱尼尔的最大金融对手就是这位处在第6跑道来自巴林的亚库布 和这位处在第8跑道来自乌克兰的谢尔干 第一次起跑的时候并不顺利 因为亚库布强跑这一辆亚库布被直接罚出了赛场 这也间接影响了接下来选手的起跑 因为只要有谁在强跑 那么将同样面临被罚出赛场的命运 这一辆选手们都变得非常谨慎 不过好在第二次起跑的时候顺利进行 比赛开始后朱尼尔起跑还不错 处在零先的含列中 而谢尔干起跑会更加逊色一些甩落后的位置 第二跑道的选手起跑反应达到了精神的0.133秒 是所有选手中最快的一位甩第一的位置 不过朱尼尔很快就利用自己的各的能力 逆转出到了第一的位置 而谢尔干也在锋利直追 当比赛进到最后100米转位直到加冷的时候 朱尼尔处在第一的位置 而谢尔干处在第二的位置 不过这个时候 直见朱尼尔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后程 加速能力继续在锋利充斥 虽然谢尔干也在锋利直追 但是无奈能力相差甚多 最终朱尼尔甩开对手梁敏远 以20秒31的成绩无行的罗怪 而谢尔干以20秒58的成绩获得亚军 朱尼尔也打破了该项目 保持80之9的赛会击落 冰价记录提升了0.15秒 朱尼尔在冲刺阶段 确实有点波尔特的影子 除起跑的稍稍落后 再到最后锋利爽开对手梁敏远夺冠 并破记录 只能说朱尼尔的个人能力真的太强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残妮咬之不清的大大舌头两个